蔡嬌啊 大聲嗆警蔡嬌啊 態度囂張 讓袁警忍無可忍 但他脫序行徑可不止這樣 被控公然無辱還瞎掰說 蔡嬌啊是袁警的直稱 甚至動手動腳 完全不把警方放在眼裡 但脫序男如此行徑 似乎只為了掩飾心虛 因為早在攔查那一刻 他就已經打電話要找爸爸 父親匆忙趕到 再度跟袁警爆發口角 場面一觸即發 31號凌晨 蔡嬌男子騎車沒戴安全帽 被袁警攔下 想不到他不但不認錯 還打電話找爸爸求救 最後竟然一行六人 團團包圍巡邏袁警 人的爸爸及家屬 那趕到現場也質疑我們援警的執行作為 拖序向警下場就是被壓制在地 強行帶回禁區 找父親助政也沒用 爸寶為了這身菜交啊 原本交通違規只要交500元罰單 如今卻得吃上防害公務刑責 最佳一等 菜交啊你 記者謝耀珍 徐志成 新北市報導